专业国家平台跟习主席接触 所以在今年的习普博会 普习会预料还有好多次 然后你看到在这个普丁访问 这个北京的过程当中 签了联合声明 当时就讲到了这个黑虾子岛 就是俄罗斯讲的大乌苏里岛 那才刚刚签完没有多久 短短三周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那也在这个论坛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发展部长 有具体的一个表述 那这个部分当牵扯到一些 过去的一些历史情节 好像在这个时间点 慢慢慢慢这个节打开 共同开发 所以今天大陆网民 对于这个事情反映也很热烈 有很多的细节 另外头古巴的角色 当然也很敏感 在这个昔日的古巴飞弹危机 那今年如果你注意讯息的话 你就会发现 好像古巴跟北京的往来 非常的密切 6月6号王毅在北京跟古巴外长 进行了会谈 那王毅当然就是坚决 就是这个中国的一贯主张 反对美国对古巴的无理封锁 等等之类的 然后古巴外交部也发布了一个讯息 这个很重要 俄罗斯有四艘军舰 包括了核动力潜舰 马上就要抵达了古巴 另外一头财经的围请亮哥一起讲 就是沙特又加入了一个 由国际清算银行跟中国牵头成立了 央行世卫货币 CBDC 然后这是一个Enbridge 多边央行世卫货币 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全球石油贸易 朝着减少美元的结算 又往前再跨了一步 而且重点是 这算是一个新的技术 中东国家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他在转账的过程当中 速度比Swift来的要更快 对 主要是美国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制裁 因为他没有经过第三方 他是直接交易 事实上中国大陆 就是香港还有泰国 还有这个阿联酋 他们已经试着运转一阵子 那未来这个中东的数位人民币的交易中心 就是在阿联酋 就是杜拜吧 那目前参与的国家 有一些国家是做观察员进来 全部加起来大概有24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纳入 今年那个金砖会议的时候 不是要讨论那个非美元支付吗 那基本上就是不要经过第三方货币 要么就本币互换 那要么就以一个强势货币为主 那人民币一定是被挑选的货币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国家的币 你不敢用 可是会不会有金砖币 我认为今年还没有 因为大家还在想这个要怎么弄 因为你还是要有价值的基础 坦白讲连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都是美元 因为他现在的美元资产 高达三兆一千亿多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也在逐渐增加 黄金的铸量 可是金砖币如果真的要有 那就是这些金砖国家的 天才经济学者们就要来构思 比如说有一些是粮食大国 有的是原物料大国 那到底这个 它的价值的基准是什么 这个坦白讲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要么就是贵金属 不是白银就是黄金 然后接下来就美国就用我的货币信用 然后后来就变成美元霸权嘛 然后他又滥用这个霸权 那大家都觉得太过分了 所以你要另创一个新的价值基准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啦 如果你能够创造一个东西出来 让很多人都幸福 那就是金融革命了啦 我觉得这个会慢慢慢慢成型 可是一开始一定是本币互换 然后选择 这里面最强的货币 那就是人民币嘛 那这里面比较尴尬的地方会是印度啦 因为据我了解 今年有两个亚洲国家 他很想申请参加金砖国家 一个是越南 还有一个是泰国 而且都已经表达意见 那如果这一类的国家越来越多 那印度就越来越不重要 因为穆斯林国家已经进来了嘛 那穆斯林国家跟印度关系是不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金砖这些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的能力哦 比如说中国就是工业制造 那俄罗斯就是我能源多啊 那巴西有大豆啊粮食啊 那请问印度有什么 请问印度有什么 人多 人多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 在世界经济体系里面一个特有的专长啦 那加入金砖的国家 如果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印度就会越来越不重要 我认为是这样 那这个当然是未来发展啦 那这个 俄罗斯跟中国 事实上今天那个中级乌铁路签约了嘛 那这个 他们的军事合作我认为会有非常多 是会让美国被急发凉的啦 可是你他不会告诉你啦 对 他不会告诉你 那可是一定会有 而且会越走越紧密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 能够让中国觉得他 有这个背靠被 互相力挺的筹码 也只有军事筹码 俄罗斯并没有别的军事筹码 中国大陆是因为不希望他被斗垮啊 因为如果俄罗斯倒了 那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啊 他是基于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互相依赖 可是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筹码 他的筹码就是军事嘛 筹码都在中国这一边嘛 所以我觉得普京讲的应该是事实啦 就是他一定已经跟中国道路 做了某些军事技术的合作啦 或者是军事项目上的 未来会推动一些共同的行动 对所以他的讲话算是蛮直白 相较于中国比较这个 含蓄的一些论识 完全完全相反 对 一个是这个 一个就是战斗民族啊 比狠的 狠人话不多 都先做动作 那中国大陆是外交官出来讲一大堆这样 像俄罗斯我拿管你的我那个 就到古巴跟委内罪拉那边做军演 对啊 他就直接去了 对啊 他根本就不管你啊就去了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战略核检艇没有带核弹啊 你不用担心啊 你相信吗 你认为美国会相信吗 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这样的国家啊 所以我认为他会来在欧欧战场 如果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武器都掉到俄罗斯境内 那这个狠人一定会做一些动作的啦 比如说我就把飞弹搬到古巴 再来一次 他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啊 真的不要小看他 或者是通过白俄罗斯做某些事啊 因为大国不直接作战吧 对 那白俄罗斯就冲动一下嘛 不然就北朝鲜冲动一下嘛 不然我就把武器交给伊朗啊 黎巴嫩真主党啊 都是狠角色 叙利亚胡塞组织一大堆啊 我觉得他糟多了很啊 糟多了很 因为他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如果要这样逼我 我就把武器交给一些国家来对付你们西方国家 对啊 他就讲武装咯 是啊 他也会代理人战争吗 不一历来都是代理人战争 大国不能直接打啦 会失控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